姐姐戴小海豚 弟弟选择酷炫的警车口罩 是车车还有警车的白子 孩子们总认为别人的比较好 驾驶在家交换也就算了 但台中竟然有国小学童闺蜜 互换口罩 结局是两个都确诊 儿童口罩花花绿绿 有美人鱼或是时下最夯的宝可梦 带到学校吸引同学注意 有议员接获投诉 国小校园里同班女学生接连染疫 事后追查原因 竟然是校园中出现交换口罩的小游戏 妹妹你怎么有这个口罩 她说我跟同学换的 是确诊的时候倒推 倒英为国才发现 原来两个居然换了口罩 双双确诊 有家长发现孩子出门戴的口罩 竟然和放学时戴的不一样 花色也没看过 在学校里互换口罩 担心口罩内唾液感染 染疫几率大大提高 那有同学要给你换口罩 你要跟他换吗 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带过我不喜欢 不要拿带过的 不然这样 没卫生没礼貌 9岁以下幼童 全国确诊人数超过6万人 尤其国小BNT疫苗 下周才开打 莫德纳在国小校园施打率也不高 担心交换口罩游戏成为流行 彰化县教育处也发文全县国小 要求校方严加把关 自己的口罩自己戴 接中部综合报导 旺旺水承它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慈禧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雾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他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 可以享有优惠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